大家好 如果有人对你说用滚烫的开水生绿豆芽 你不相信吧 我一听也不相信 现在我们一起看看这些 每一根的长度 都超过十厘米的绿豆芽的生长过程吧 找出家里的蒸笼 再把厨房纸剪成圆形 把绿豆倒出来铺平 是笼屉的一半就可以了 倒在碗里之后 挑出半辣的豆子 坏豆子 还有被虫子住过的豆子 注意看 这是刚开的水 把它立即倒进豆子里 用筷子迅速搅拌 让绿豆受热均匀 也是清洗一下绿豆 大约三十秒钟 然后冲入冷水 烫过以后再挑一下 把不好的豆子和开裂的豆子 不能发芽的都剪出来 然后多加一些水 上边放一个毛巾 再盖上盖子别让它见光 第二天打开看一下 每一颗绿豆都发出了小芽 开水烫过以后的绿豆就发芽特别快 这时候就可以把发芽的绿豆放到笼屁里了 轻轻地把它摊平 最后用镊子把它摆放整齐 这小芽非常小 动作一定要轻 再用一块小毛巾盖上 上面浇上水 最后再盖上盖子 下边就是每天早晚两次浇水 每次浇水以后 都要把毛巾清洗干净以后再盖上 盘子里的水每次也要及时的倒掉 为了豆芽长得更粗壮和整齐 上边可以放一个重物 我放了一个盘子压着它 到了2月5号 豆芽长得非常快 已经超出容器的高度了 还可以再长两天 哇 歪倒了 嗯 好嘞 因为下边放的是厨房纸 从容器里拿出来非常容易 这个厨房纸也非常的容易结掉 豆芽的适合生长温度是20到22度 温度高或者是温度低 对豆芽的生长都有影响 这个根呢 你可以去掉也可以不去掉 很嫩很嫩 非常嫩的根 这就是开水烫绿豆后生的豆芽 发芽率高 发芽整齐 因为开水烫过了 没有一个腐烂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怀疑开水烫绿豆会把胚芽烫死 后来查了一下资料 有专家给出答案 因为绿豆的表面含有一层蜡质 经过浸泡以后 蜡质融化了 种子才能发芽 绿豆用冷水浸泡也能发芽 但是用开水烫过以后 可以缩短发芽时间 不仅发芽快 而且发芽整齐 另外我觉得开水烫过以后 可以杀菌 这样生的豆芽 就没有一个腐烂的 开水烫绿豆 从一开始的不相信 到亲自实践 再找到它的科学依据 整个过程我分享完了 如果你还有怀疑 我告诉你实践出真知 若是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给我点个赞 也别忘记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